想象一下,当你下班到深夜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走进两平米不到的电梯里时 随着电梯门慢慢关上 电梯里只剩你一个人 突然,的耳边响起一阵魔音 没错,这些声音的来源就是电梯里的广告 而这些广告,往往都是以重复洗脑的形式反复播出 我尝试在周围做了一圈对电梯广告感受的调研 发现大家对于电梯广告的怨恨程度 和你住的楼高成正比 最极端的一位朋友说他天天上下班 都顺手把广告电源给拔了 就是想和投放商比比谁更勤快 然而,虽然电梯广告人喊打 但你会发现小区里的电梯广告位 永远都不会空着 不在广告行业的你可能不知道 电梯广告的投放费用每一年都在增加 甚至对于一些品牌来说 电梯广告的投放预算占比是最大头的 所以电梯广告为什么这么让广告主青睐 又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做的这么烦呢 大家好,我是差平君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凡人的电梯广告 首先,为什么电梯广告这么受广告主喜欢 第一个原因是触打面 虽然现在很多互联网广告都在吹转画 ROI,精准投放之类的 但是问题是有些人你在网上是找不到他们的 这个电梯广告的触打面 真的是互联网广告不能比的 因为电梯广告它跟我们的整个生活路线是相关的 比如上班的时候在写字楼里我们会看到广告 回家的时候在小区的电梯里也会看到广告 从分众的数据来看 全中国有4亿城市人口 有3.1亿被分众传媒的电梯广告所覆盖 日均触达人次更是高达5亿 很多品牌它在破圈的过程中 第一步是在互联网上积累了一波原始的种子用户 但是当它要把自己的体量往上一步去跨的时候 会发现它还是需要这些更广泛的人群 而T美是触达广泛的主楼人群最好的方式之一 互联网广告的确对传统广告的形态有非常大的冲击 但是其实电梯广告是影响最小的那个 明头响亮的市场调研机构尼尔森就曾做过一项调研 研究了手机的流行对各类广告的干扰程度 其中公交车车身广告地铁和广告受手机影响的程度有百分之七八十 但电梯广告只有百分之二三十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电梯里它没有型号 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效应 差明就愿意称之为厕所成分表效应 比如当我们在蹲马桶但是没带手机 就算是牙膏和洗发路上的成分表都能一字不差的读完 所以在这电梯几分钟无聊的时间里 电梯广告就成了当年厕所里的成分表 你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就被广告吸引了 用分众老板江南春的说法就是 互联网对传统广告确实是有很大的冲击 但是电梯广告呢其实是影响最小的那个 对手都弱了我不就变强了吗 也是这个厕所成分表效应 让电梯广告在触达面高的基础上触达率还特牛逼 互联网广告看似到处都是 但和电梯广告相比还是忒温和了点 App的开屏广告我反正直接跳 为了不看视频网站广告 很多人应该也和差明君一样开了会员 信息流里出现的广告我也能在一秒之内直接滑走 但电梯广告呢 嗯你真的会看完它 同时电梯广告也不是那么不精准 做不到千人签面 但至少已经可以做到千楼签面了 地媒公司有些技术手段 可以给楼打一些标签 比如年龄性别消费水平职业学历等等 来评判大楼是不是符合 品牌的用户画像 像一些办公楼 他们可以给楼判定里面是白领人群多 女性人群多还是理工男居多等等 从选城市选小区再到选楼 现在都可以轻细缓地去操作 除此之外 现在电梯媒体也已经开始搞智能化了 有一些数字屏幕都安装了 具有WiFi探针 iBeacon NFC等功能的智能芯片 甚至有一些还有人脸识别 比如分众传媒江南春 就曾在公开会议上表示 他们的电梯屏幕 通过检测每个人抬头低头的次数 就可以知道广告被看了多少次 那么问题来了 我看行啊 你能不能不要给我整得这么洗脑 抱歉如果没有任何规则限制 电梯视频广告 几乎必然会走向洗脑广告这一个方向 在广告人眼里 广告通常会分为品牌广告和效果广告 电梯广告就属于品牌广告的一种 看重的不是ROI 不是精细化的去计算多少人看了这个广告 从而转化了多少销售量 而说你把资源铺到了哪些点位 形成一种聚合而饱和的力量 用广告圈的话来说就是占领用户心智 江南春无论是MED的各类采访 还是在自己写的书中 都反复强调占领消费者心智这个点 反正大概就说 广告这玩意儿不要太在意什么投资回报率 无论用何种方式塑造其品牌 让消费者记住你才是引导你 而且电梯场景下留给广告的时间就这么多 需要在十几秒的时间内让消费者记住它 它就不可能跟你威威道来 以前电视广告时代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丧心命狂的广告 相信给很多人的童银留下了阴影 还有著名的老白金广告 电视上的洗脑广告我还可以选择不看 这电梯广告是摁着头让你看的 洗脑能力简直不要太强 所以广告主们左看右看即使再有品位的甲方 最后一看数据发现害得给消费者洗脑 当然你要说这个品牌的记忆度和知名度有了 但是你这个广告很差意思啊 会不会大家不愿意购买你 有本书叫思考快与慢 就是讲人脑里其实有两套系统 一套是快决策一套是慢决策 我们在消费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快思维来影响我们的思考 替我们做决策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这套广告的时候可能觉得它很低俗 但是我们还是记住了它 当时间慢慢流逝 我们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个广告带来的那种低俗的感觉 只记得这个品牌的品牌名 那当我们在货架上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 选择它的概率就会更高 所以互联网广告精准推荐再强大 也顶不过电梯广告重复循环的洗脑 而这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IPSOS的2020年中国广告语盘点 排名前十的广告语里 有不少都是在电梯媒体的厂客 再结合另一项调查更加印证了这种效果 当被问到你是从哪里看到这句广告语时 83%的人选择了电梯媒体 所以 对于广告的认识度 在电梯媒体面前 所有的广告类型都得往后考考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互联网广告的出现给广告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在互联网大数据的精准推荐下 广告的分发变得更有效率了 这也让电视广告 报纸广告 广播广告这些传统广告模式慢慢变得毫无竞争力 但是电梯广告这种形式 从03年诞生开始 经历了PC时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 越来越强 但问题说到这里 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电梯广告不断地对我们进行精神污染 他们有资格吗 他们经过了我们的同意吗 我们买房算上了电梯公摊 也交了物业费 理论上电梯是所有业主的财产 理论上 业主们也有权决定 电梯里能不能打电梯广告 我国民法典规定 电梯属于公共区域 是业主共有的部分 所有权人依法享用手艺 电梯里的广告收入 也应该属于全体业主 而不是物业公司 但又有多少物业 会在放电梯广告前 征求业主的意见 又有多少业主 拿到了广告收入呢 这不只是对社会道德的检查 更是对社会权益和法律的检查 但即使电梯广告 已经到了众人人寒打的地步了 它依旧一路高歌母精 尽管今年分众 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国内的增长一般 财报没那么好看 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 把这种模式作为一种模板 往全世界输出了 分众韩国 已经在韩国的6.5万台电梯里 放置了7.5万个媒体版 整个首尔都市圈 总共才13万台电梯 分众韩国的覆盖率高达52% 一点都不出意外的 韩国人也被这玩意儿恶心坏了 在各种论坛上吐槽 这是巨大的光污染和噪音污染 也在想 怎么才能把这些洗脑广告经营 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看到这些吐槽的时候 多少是有点乐的 中韩同仇敌凯了数一只 而东南亚有家叫钱喜龙的公司 创办者是前山东张秋市财政局副局长 已经把这模式复制到了 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 未来这些洗脑广告会不会不满全球 他们也猜不到 但是每次走入电梯 面对着好几面轮波广告的液晶屏时 很多时候 我还真的是有些恍惚 有点分不清这是上楼的电梯 还是赛博朋克2017期游戏中的一部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好的话 欢迎你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里和我们互动 最后不得不得关注一下我们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差评 我们下次再见